嗨,大家好 今天呢来教大家画一个曲线的墙 好,那我们曲线墙的话 会先需要一些基准的轮廓线 那这个轮廓线的话呢 我们在Ryno里面绘制 好,我们点一下这个画曲线的 我们可以呢在这个视窗里面 我们随便画一些曲线 好,它是平面的哦 好,画好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条曲线往Z移动 那移动的这个值的话 你们自己调整就好 反正不要超出这个视窗 然后呢我们再来画另外一条线 那另外这条线的话呢 它的这个长度就是它最远点到最远的两个点之间的这个距离 不要跟你刚刚这条线画的相差太多 可以有一点差异没关系 然后我们再画另外一条曲线 好,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一下 然后针对这些曲线的控制点 我们可以让它有一些Z轴上面的移动 就是让它长一点高度 开始变成是立体的线 这样,随便选几个点 这样我们这个三维的曲线就画好了 那现在呢,我要把这个线丢回GraceUpper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到这个Parameter底下 这边我们选取这个Curve 好,我们把它拖下来 拖下来之后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有两条线 然后我现在想要针对这两条线分别做动作 好,所以我现在需要两个参数 两个这个线的参数 然后呢,我们避免搞混 我们就把下面这条线呢 放在这一个位置偏下的这个Curve的这个参数里面 上面这个呢,放在这里 好,所以呢,我现在点选上面这个 我按右键选择SetOneCurve 然后点一下上面这条 然后再到下面这边选择SetOneCurve 点下面这条 这样子就分别呢,把这两条线都丢到GraceUpper里面了 那现在呢,我想要在这个上面进行分点 要怎么做 我们可以到Curve底下这里 有这一个DivideCurve把它选下来 好,它在这个位置 那可以看到它这边会需要输入一些参数 第一个的话是需要输入线 你也可以看到它这边是输入线型 线种类的这个参数 然后第二个是Count 它是数字种类的 就是表示说我现在要在这条线上面分几个点 那这个的话呢,它是预设的 这个我们就不用动 好,那现在我先把上面这条线呢 送进来 诶,你会发现它这边已经分好点了 那是因为呢,在这个数字这边 它预设的这边是写10 有没有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20 那这个时候我在Canvas上面点两下 我直接打20 好,好了之后呢 我把这个数字送进来 送到这个DivideCurve的Count 那我下面这条线一样要进行分点 那我直接复制这个DivideCurve的电池 我用滑鼠左键按住 然后按住Alt键 往下复制一个 好,那这个时候我就改前面这个Curve的参数就好了 分的点数量是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直接用同一颗这个20的电池 所以如果我调整的话 它上下两条线都会跟着调 好,我们把它维持在20 好了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两个分割完的点 我们来进行连线 那连线之前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它这个点的这个顺序 是不是互相匹配的 那要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到Display这里 这边有这个Point List 在这个位置 好,意思是说 我需要了解这个点的顺序 上跟下是否是一致的 来避免说等一下在连线的时候 可能我D0一个点在这里 可是我下面这条线的D0一个点可能在这里 那这个点位的方向 它会跟你刚刚画线的时候 你的方向有没有一致 会有关系 可能你第一条线你是从左边画到右 但你第二条线你却从右边画到左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分割这个点的这个顺序 很可能就会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来观察 好,现在其实已经有数字了 只是太小 那我们把它改大一点 我们打个2好了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先针对上面这边分好的点 来进行隐藏 避免影响我们阅读 把它选取来之后呢 按滑鼠中键 然后按这个 Disable Preview 好,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原本的这些点啊 它的顺序 0,1,2,3 这样排到20 这边总共有21个点 0到20嘛 它包含这个0 所以总共是21个 好,然后下面这个点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顺序 把这边的Point 送到这个Point List的Point里面 好,你看它的0也是在左边 好,那这样这两个的顺序就是一致的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的进行连线 这时候要连线的话呢 我们到Curve底下这边选择Line 好,把它拖拉下来 在这个位置 起点、终点就是分别这上面线 线上跟线下的 起点跟终点呢 就是分别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 两个分割的点 那这时候呢 我直接把上面的这个分割的点位 跟下面这条线分割的点位送进来 这样子就画好了 好,就可以达到一些 有点像这种墙面的这个视觉效果 那你可以试着调整这个 前面这个Slider 它的这个线呢 就会有点疏密 对吧 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也关掉 避免影响我们阅读 那你也可以在Ryno里面 试着透过这个控制点去进行一些调整 你会看到你的这个取墙上面的这个线 它也是跟着调整的 就它整个这个模型其实都是联动的 好 那现在这边这几条线呢 我们可以把它利用loft把它长成面 因为我们在Ryno里面 因为我们如果要长面一样是先画线 然后再直接用loft长成面嘛 那如果这时候我要长面呢 我们可以到这里 Surface底下 在FreeFone这里 这边有一个loft 这一颗 好,在这个位置 这时候呢 我们直接把画好了这些线 送进loft这边的curve 这样子就很快的形成一个面了 那这是今天的案例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做的 我们呢 从Ryno里面绘制了曲线 并将它汇入到GraceApp里面 并且呢 透过控制点跟Gumbo的调整 针对这些点位去做即时的 在GraceApp里面的一个更动 然后也利用这些曲线呢 来画这些点 学到了DivideCurve这个电池 然后也了解到说 这些点位的这个序列 它是有一些分别的 然后也知道说 怎么样子去 针对这个PointList 去做点位上面顺序的一个显示 然后呢 也利用这些分割的这些线 进行了loft 也就是利用线生成面的这个电池 那这个loft的概念 其实跟原先在Ryno里面是一样的 好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那这是今天的课程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 或者是订阅分享哦 谢谢